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光美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 我也住在北京 对 但是你们知道你为什么我戴你们不戴吗 因为我买不到口罩 你珍惜生命一点 我还是上次非典的时候家里积压的很多很多口罩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北京阴霾震惊世界的那几天 我在香港 你知道你在香港我天天看着你们这水深火热的 我就产生了一种洁癖 我觉得好脏 然后前几天回来的时候 新闻上预告说北京的霾过去了 没事了 我还挺高兴 我说躲过去了 结果我回来这几天又是这么大 所以我就觉得行我就摘了 我就觉得真受不了了 就是说 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北京壳 我是北京痒 我这个鼻子就是痒了 是吧 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一来北京就鼻敏感 我以前从来不会比敏感的 就我来北京之后就开始 但我觉得这不管用 这个完全不管用 这个完全不管用 我这是PM0.3的 这个我觉得不管用 这个北京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了 你说你们台湾新娘还跑我们这儿 是能够嫁到友情郎 那又怎么样 这死也要死在一块 你看这是为爱情而牺牲 就有点末日情怀那种 死也在一起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末日传说之前 我真的有一天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有问 我有问我老公说 那万一末日真的来了话怎么办 他说能怎么办 我说大家都在买水买粮食买这个买那个买船票 我说那咱们要不做点什么 他说不用做什么 我说那你都不害怕吗 他说只要能够跟自己最爱的家人 抱在一块儿死 死了就死了呗 你老公的这种思想 是特别腐朽的一种思想 你知道吗 要一句广州人讲话 香港人讲话 就叫 这个特别不好 你看有些这个 这个咱们知道的有些这个弱势群体 当然你老公是强势群体 我就说你知道香港出现过很多那样的事 就是包括台湾也有这样的事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观念真的是特别的不好 就是说拦鸡也在谁 就是妈妈觉得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对觉得他家末日到了 就抱着耳机一块跳楼 或者说把三个孩子都弄死 自己也去死 就这就叫全家一起死 但是人家的意思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你好像不太能相提辩论 这两码事你说的 而且你这种事情有那种 就算我要死了 我也要抱着你的后腿 我要让你跟我一起 他老公好像不是这玩意 对好像不是这玩意 光美还有另一些案例证明 这种事啊 你也不仅要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 看看有没有他兜里可能有一张船票 把他自己买了一张船票是吧 而且就昨天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 老实讲啊 女人为什么我们很重养 对吧 女人来真的 男人关键时候是不行的 很多案例表明 两个人殉情约好了上吊 我都给你找出很多新闻 女的吊死了 男的看着女的死了 巴着跑了 就是这样的啊 很多时候男女两个约定去死 死的都是女的 或者吃药 男的这些分量减一半 对对对 胭脂扣啊 罗米尾珠 都这样 都这样 男的都不死 我觉得60后的女人 甚至到70后的女人 还是有一定的为爱现身的精神 有时候真是甘当这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的那个辛苦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啊 民权思想就被高涨 男女平等的思想 就到80后到90后 那就自我 自恋 完全就这个女孩子 这也是个好现象了 就说绝不会说这个这个女孩 他他要有自己的意志 他要自己 凭什么我要伺候你这男的 我我们俩恋爱 为什么我都要为你做牺牲啊 现在这个方向有点改了 你没觉得吗 那这也是因为数量的问题啊 什么数量 就是男女的那个比例的数量啊 以前 对啊 那现在很多男的要抢 男人比较多 对男人多了呀 男人多 女人选择多了呀 女人又赔钱货变成了抢手货 可是男人多嘛 一堆光棍 为什么我就觉得这里边看出啊 中国人的好多这个传统观念 我想讨论讨论 我觉得很有意思 其中有一件事啊 就这几天的这个春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今年春运有高科技色彩了 你知道了吗 抢票神器 你都知道 你知道那怎么回事吧 就是可能就是一些什么插件 外挂的那种东西 去网上抢票 以前因为不是都得去排队吗 那政府为了要体恤 这个老百姓买票很辛苦 就可以网上买了 就可以网上啊 电话订购 但是人家那个 那个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现在有一些插件 就像以前我们玩开心网的时候 不是要偷菜吗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人家动物园里 又有熊猫 又有恐龙 什么都有 我愁了半天 我还那么辛苦的种菜 为什么我什么也愁不到 后来他们来告诉我 因为有一些插件 就可以去偷菜 偷人家动物的 所以我估计这次 这个东西应该是类似的吧 我上次跟一个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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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护士 然后再说 他就说他要回家 他回家回 那个那个这个 在老家在河南 他说他们一上班了 那些个护士啊 全都在那个电脑那 这个抢抢那个票 就是因为铁道部 还是什么部 他现在搞这个网上订票吗 他说哎呀 我等了很久 就是就开张 咱咱不让他叫什么 就是正式开始的那一下 他凑 没有了 秒杀 秒杀 就是一秒钟 一个一个一列列车 所有的票 不见了 因为你是 这里边还有人讲道理呢 说你是手动刷屏 手动刷屏 也是个个安天命 对不对 谁先抠着了 就是谁的吗 但是呢 这种插件呢 等于说给你设计了一个自动的 自动的刷屏 最先抢位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手动刷屏 就是公平的 我弄一个插件 就是不公平的 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这首先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技术上的不平等 就比如说你对很多民工来讲 也许他的技术水平 或者对很多人来讲 技术水平不达到这个 或者他不拥有这个技术 排队他的公平的地方在于 除非你身有残疾 不方便或怎么样 要不然对大部分人来讲 就物理意义上 这个排队是最公平的一种 分配稀缺资源的方法 你肯比别人早起 你肯比别人耐着 那个性子那么排 你就能拿到票 那手动刷屏的原意 就是他是代替了 这种物理的身体排队 是一种电脑前排队的方式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等于有一个机器 来自动处理这个话 就相当于有一些人 他不晓得用什么魔法 他排队永远比别人排前头 你像这事出来以后 什么据说 就是铁道部公信部 就约谈一些个网站 或者搞这个软件的人 不准他们搞了 然后我发现 现在像新华 新华社都发这种评论 新华社就评论 说你自己搞的电脑系统 有问题 你不想完善它 是吧 你去搞别人 还是骂了一句什么话 说你不能因为自己傻 就抱怨别人聪明 我一想我经常就这样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回清水湾 过不一样的冬天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慕尼黑沙滩啤酒 狂欢节 盛大气慕 丰功伟业 传后过 杯酒臣服 江山地 滴醉酒多 风骨酒亡 当然这个另一方面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也说了 说这个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就得慢慢的等 因为这种情况 这个换谁来 那意思也不行 中国的春运 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人类历史上 每年最大的人口迁徙 对 动物界也来讲 也仅次于 非洲的动物大迁徙 怎么还仅次于呢 那动物的 那个非洲 那个动物大迁徙 也是上一头 不同的各种的动物 禽鸟 就是季节性的 从肯尼亚草原 到另一个地方 竹水草 跟我们差不多 但是人家交通工具 长在自己身上 对 没错 我们不能这么搞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 环球时报的评论 是很有意思 环球时报的 基本的所有的评论 基本上都一个主题 就是说 对 你们大家说的都对 是要改变 是要有方法 不过现在我们国情如此 慢慢来 慢慢来 他写什么都这个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评论 引起我一个感慨 就是说 为什么你看 刚才在广美 前一阵说 刚从泰国回来 感觉 昨天 他的感觉是 到泰国找着家的感觉了 为什么 我先问问你 蓝天白云 阳光沙滩 那我 再戴口罩了 对 不用戴口罩 就是每天起来 就是说 你一个一年 给固定 给自己时间 放个假 就是 我真的觉得 在内地生活 太着急 就是一起床 你就很着急 我晚上不敢 去睡觉 为什么 老担心 好像有什么事情 没有做 就觉得 每天的时间 都不够用 但是你在那边 一直想 好像什么事情 都做 但是就是 抱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 这样子 凌晨四点钟 才能睡去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那整个 环境的内容 给自己的压力 很吓人 所以我必须要放假 然后去到泰国之后 你待在那样子 环境里面 你觉得 这才是生活 你看着泰国人 那些 他们在阳光底下 晒着油 可以在那边 很辛勤的工作 其实我很羡慕他们 很辛勤的 为你工作 你就觉得很好 不是为我工作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该休 人家一天工作的时间 并不长 是 他收入可能 不是特别高 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就是露一个 大白牙 就是特别开心的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 像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要担心 今天要戴 哪一个款的口罩 才能够抵挡 那个外面的 那些恐怖的 那个空气 那他们每天起来 呼吸的都是 很棒很棒的空气 他们最多就是 阴天了 今天没有太阳 这个可能就是最糟的 一件事情了 所以你看 网美讲的 其实是从生活质量 生活品质 着眼 他要的实际是个心理的 心理的这个家园 但是你想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要不说 咱们国家 这个地大人多的是吧 不是地大物博 地大人多 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你说那些个春运 排队 买票的 这些个人 上亿的这样的人 你说他们 就是还想什么精神家园 或者说是 哎呀 怎么心理的一方 安慰 什么空气 我都觉得特别的 不能 就不一样 他们 对他们来说 这个 我觉得有一句话 说的挺有意思 有个报纸讲 就说春运 固然是一件 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呢 叫十几亿个终点 对不是 几亿个终点 都是快乐 就是这些人 不管去到哪 他的终点 是团圆和快乐 所以我就觉得 中国人的这个家园 家庭观念 实际上 很让我觉得 就说有点问题 为什么有点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一直以来的 印象 和我实际看到的 不太一样 比方说 世界上一直就在说 中国人是 家庭观念最强的 说中国人 你看中秋节 什么春节 就是要团圆 家庭共聚 可是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你会出现 人类史上 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呢 说明 许许多多上亿的 中国人的家庭 实际上 你没有跟家人 住在一起 这一点 我就觉得 美国人的家庭 你不要说观念 我在我们在英国 美国 我们看到 每一个地方 他绝大部分的人 老公和老婆住在一块 老公老婆和孩子住在一块 这是天 天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天经地义的 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会出现 那么多的春月 因为好像大部分人 他们不是离散的 对 如果说夫妻两个人 有一个人要调职到另外一周去工作 夫妻两个人就要决定 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跟着另外 就是可能收入比较高的那个人 他搬到另外那个周去 他或者没有工作 在家带孩子 或者就是在当地可能找一个 没有原来那么理想的工作 对 不过现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是分散的 而且我觉得要考虑一点 就是美国人他们不太习惯 跟父母一起住 对 就子女大了之后 成假之后 大家就会分开住 不只是子女不想照顾父母的问题 而且是父母也不愿意 跟子女一起住 对 有很多父母 他会觉得辛苦了一辈子 总算把这些 给赶出去了 是那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在哪呢 中国的问题是 我们真的是有很重的家庭观念 但我们的社会现实 在逼着我们过一种美国人士的生活 但我们观念不是那样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社会 今天的这个城市 经济发展的状况 其实很像美国 就是说各个城市都有各种机会 你要有更好的生活 甚至你要活下去 你必须要迁徙 你必须要去别的地方 但你的家庭观念 跟他们却截然不同 你说这个观念 后来我明白了 中国人过去说的这个家庭观念 指的是几代同堂 就以这个校为核心 咱们说喜欢这个 但是要真正讲外国人那种家庭单位 老婆老公和孩子 这个我们实际上 我们从小的回忆 就是两地分居 两地分居对大陆人来说 是个太普遍的词 很多的就是当年建国后的很多时候 因为种种原因 经常的父母亲就是夫妻两地分居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我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处在姓蒙蔽的年代的时候 我都知道探亲避孕药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一年夫妻俩见一回 那一个月不能吃那长孝避孕药 就有这个短期探亲避孕药 后来我就觉得 这难道仅仅是这个建国后吗 后来我一想还真不是 就中华民族啊 你嘴上说你是家庭观念最强 你最重视团圆 可是为什么 因为你这几千年历史里 其实最多的是离散 你看杜甫说的就是 世乱遭飘荡啊 生还几人随 包括你们为什么跑到台湾的 这个中华民族啊 这个历史上遭遇啊 一直都在离散 家庭不能够在一起的 对吧 你包括你像过去这个说李白有个诗 你记得吗 长安一片月万户倒医生 千家万户倒医生啊 就是就是何时何日平葫芦啊 这个这个良人罢远征 就是说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战争打完 然后我的老公就回来了 唐朝最多的边塞师 这说明这个中华这个民族啊 他特别要什么 实际上是因为他没什么 我们的命运 包括你看咱说刚才福建 福建人温州人 什么这个这个沿海地区人 你说下南洋 跑东洋 所以就家里就是说一过不下去 这人就出去出去都是不跟老婆在一块 老公跑出去 对吗 他都是离散是我们的日常状态啊 是吧 可是这个离散里面又有点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像当年的欧洲人 新教徒离散到北美的时候啊 苏格兰英格兰那些人去 他们就个体去 意大利比较是家族去 意大利人跟我们比较像 那但中国人这种离散 就算他跑掉之后 他仍然维持一个很传的家同家庭纽带 比如说这个祖谱 讲香烟 这个一定要程序 你比如说像到了南洋 他们那种池塘 那个池塘的那个排位的排列方式 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他永远要面朝的 就是家乡那个方向 要朝北 就是始终要朝北 而且是从家乡来的临位以来 一代一代下来 要说得很清楚 老家在哪里 我们的第十几代公是谁谁谁谁谁 在漳州什么地方 泉州什么地方 那这个家庭观念还是很重 你乃至于到了解放后 或者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忽然之间很多南洋华侨能够回乡 他回乡的时候 那叫今天叫华人了 不是叫华侨了 他就回去还是回乡下 建学校建池塘 也都是这些人在做 所以他很怪 他是在离赛 但是他那个观念 他的社会组织方式一直在延续 对 所以说你是从某种角度上说 中国人是过去的中国人 是多么这个情深义重 他那个跑到千万里之外 就是你说过去 我们说两地分区几十年 包括你们台湾那些 几十年没见到这个老婆 对吧 他觉得还是一家人 这样叫外国人 早个字不定换了多少茬了 是吧 你看那个我到俄罗斯去 他们就说游牧民族这个后裔 说俄罗斯那个男的 有的时候他们也是女的多 你知道吗 说嫁个女的 这女的生了孩子 不定哪天老公不见了 从此之后就不回来了 不定他这种格萨克 他老公就喝大了就玩 走起来不定在哪 就又结婚了 又生一孩子 你说这跟他中国人没法 所以俄罗斯美女 为什么有时候也爱找华人 说哪去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及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友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慧软酒金黄 年份短江 五井共酒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啊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这文道刚才讲的有意思 人很多时候 就为了脑子里的一个概念 或者你想春运 坚持不懈的就要回去 多难也要回家 他是因为脑子里有一个概念 那是我有个假 我春节要团聚 我觉得那不单纯 只剩一个概念了 像刚才你讲的其中有一句 就是说 无论多辛苦 那是几亿个幸福跟快乐的终点 你要知道 有些人连终点都没有 谁啊 我最近发现 在我们家服务的两个阿姨 两个人都是外地人 那因为我们的生活跟工作的时间 比较不固定 所以我们让他们放假的时间 也比较特殊 随时 你只要能够攒到四五天 我不在 人不在北京的时候 你赶紧回家 我们有一个阿姨 她就是一有机会回去 因为我连车马费都给她 所以她特别愿意回家 另外一个阿姨 已经在我们家工作两年多了 从来没有回过家 我说 我给你买票 你如果 我给你买机票都没有关系 因为身份证掉了 我说你赶紧把 你不要 没有身份证在我们家工作 挺吓人的 然后她就 不行 不太方便 坐了火车 很长时间 然后下了车 还得再打十几个小时的车 我觉得她就是在 找很多的借口 后来我跟她常谈了 就是不想回去 因为婚姻出了问题 不敢让家人知道 婆家回不去 娘家也回不去 我听完之后 我没有当她的面 我没有当她的面 说什么东西 但我后来 我都掉眼泪了 我就觉得说 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 真的很不容易 她有个孩子 她婆家 连孩子都不让她见了 然后就在我们家 然后就每天强颜欢笑 我还以为 她是一个特别乐观 特别开心的一个 后来我才知道 她是有家归不得 孩子见不到 孩子见不到 然后娘家不知情 婆家不谅解 你说 你说你给她头等仓 她都没地儿去 真是 是吧 这太几岁了 真的是有太多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故事 但是如果很宏观的看 就很宏观的讲句 冷血的话 春月是个过渡现象 就假如中国的这个户口问题 大家都不回家了的时候 迟早的 因为你迟早会这样 因为家里面的老人 老的老死的死 现在大部分人在城市 开展新的家庭 再过十几二十年 假如这个户籍问题 能解决 这城镇化现象 就定下来之后 大部分就变成 所谓的城镇居民 他就没有所谓的家要回来 你看中国人 最多的这个传说 就是牛郎之女 牛 外国把媒体都吃饭 不过就是牛郎 一年见一回 牛郎 很高灰 都吃饭 就是牛郎 屠宿的家庭 屠宿的家庭 北路 都 están传害了 感谢观看